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我知道 这对您来说 恐怕被穿越枪连弹 也更不容易 我是他的生死景面 我都做不到 你真的很爱慧玲呢 你爱她 但你为什么 怎么在伤害她呢 我其实并不想伤害她 可您曾经想非理她 我为了追求她 跟她去了日本 去学习我不喜欢的医学 但是她却喜欢上了 那个阴阳怪气的西蚁柄狼 这就是您的理由吗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 应该算是年少不知事 怎么会有这么幼稚 这么自私的想法呢 我是很自私 特别是她对西蚁柄狼 还抱我幻想的情况下 我根本就没办法冷静 只能对她死成乱打 你越这样她越讨厌 那你现在还爱她吗 我注意到 你现在一直叫她陈医生 而她也开始叫你周先生 为什么会这样 眼看事情有了转机 明明之间反而拉开了距离 什么 她用嘴 你没事吧 怎么样 为了得到她的爱 我一直都在伤害她 但是我并不想为此向她道歉 自己错了 道歉有什么不好 爱一个人难道有什么错了 可你这样 你就很难再得到她的爱了 爱一个人 并不一定非得要得到的 再说我现在的确得不到 你是说吸引你了 跟那个人没有关系 慧琳她太高贵了 而我是一个俗人 跟她相比 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慧琳是一个可以为了自己的病人 不惜一切代价的医生 可惜我不是一个病人 但是你却是一个可以为了自己的爱人 不惜一切代价的男人 这一点也很算 在她眼里 只要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小人就行了 你真的准备放弃了吗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强子 谢谢你的关系 你去给她熬点鱼汤吧 但是你也自己去给她熬吧 我现在真的不行 真的 好吧 你就帮你这个忙 我一会儿 你才不会很难 福安 ,福安 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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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君种 青梅肃君种 将军 君种 将军 我哪有 端九红 我献你在一分钟之内 拿出从陈慧霖手上得到的君种 否则的话 我炸毁你这个庄园 捣毁你的王国 要了你这老命 爸 爸 外面太冷了 你让他进来吧 你自己叫吧 墙子 怎么了 他叫你 有事吗 没事 有事吗 有事吗 布 又是 有事吗 你 我 你 你 好了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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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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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崩溃了 要真的认识一个人 不能只看表明 至少 你不是一个会讨侨的人 什么 将军 我希望您遵守您的诺言 我现在 没有再承诺对你的任何诺言 将军 您现在手里只有君主 青霉素的配方也是我给您介绍的重庆关系 今天晚上您就可以从他们手中买了 我们在重庆的谍报网 由于你的出卖 当然也许不是你的出卖 但至少和你是有关系的 被军统给一网打尽了 什么 这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这 同时我还了解到 重庆的关系 并不是你段九红的 而是陈慧林介绍的 那么这个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他又带吊着他 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是 将军 将军 您不能让我倾家荡产 这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这些黄金和美钞 黄军正需要 将军 您不能过河拆桥啊 反正红 您不能过河拆桥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今天之所以不杀你 也不抓你 是因为在这上海台 你还有点用处 你好自为之吧 将军 好 他妈的王挂当 赶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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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姐 红姐您息怒 红姐 我们不能和他们应拼呢 我们还有她 她还在他们中间 辛苦了辛苦了 徐司长先生 裁处长 配方 我可是完毕归照 这个嘛 我会亲手交给孙子文先生的 这些美元也得给我留下吧 这看起来 这我也会一并向孙子文先生解释的 白处长 这些美元巨款应该上缴财政部 当然了 你在这一次 反敌战当中的注意表现 我会亲口向前才回报呢 哈哈哈哈 好 后会有期 好 后会有期 下午啊 日本人在重庆的地道啊 难道算是一网打击 可是上海的局势 我们还很难控制啊 有联合军口 都陷入了被动之中 难道说 日本人的青梅字化 真的会在上海成功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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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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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吗 还没有 我们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 怎么 真不该把这个西医民狼带回来 有人想把他救出去 他毕竟是个有国际影响的 心理专家要尽快让他们张口 是 三田先生会要了我们的命 以赵人的是 华尓 可不可以 我们会变的 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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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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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先生 朋友 你肯定的 小姐 小姐 你才肯定的 第十四 我现在得到她 你是不是 我不是说 那你不认识 对 她并非 还是因为我有心理病 你再说一遍 惠林 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叫我陈医生 好吧 陈医生 你说啊 你说呀 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就因为他是日本人 你竟然有这样的想法 陈医生 请你冷静下来 你现在的身体 我能冷静吗 西医米郎先生 是我最信赖的朋友 可你却说他是内奸 是出卖我们的人 都不知道 原识小姐 你长得很美也很性感 真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你为什么不想要我 来 我们做爱好不好 我现在就想要你 来 我真的很需要你 远真小姐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在施爱呀 我在向我喜欢的人施爱 我们两个永远不可能 你们也是跟他一样的想法 霍丽 我们现在也不说这些好了 不 既然说了 我们就把话说清楚 我说这些不是凭我想象的 我是有一些依据的 你的依据 仅仅因为他是日本人吗 他能够选择自己的国籍吗 他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吗 慧玲 你冷静点了吗 我这不是刚开始帮你分析的吗 你没有看到过 他是怎么在日本人面前维持正义 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利益 誓死如归的 那万一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呢 你怎么不能少说一句话 说强的你让他说 让他把话说清楚了 我一直就很怀疑 他一个心理医生 就算他是政府派来的日方副院长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平民 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就能够让日军的一个少佐自杀了呢 三川元杀了干主任挑起了医院的霸衣霸工 这种责任 只能由他的死来结束 那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还少吗 为什么偏偏杀了一个药房主任 一个少佐就要自杀谢罪呢 谁也别想 扣死我 要开枪的话 就先打死我 把枪给我 把枪给我 西伊敏郎 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不要以为自己在国内有背景 就庞弱无人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遣送回国 就算孙春元的死 是他们也给我们看了一详细 那么几次救强子的举动 还有积极主动地营救齐小云 和帮助我们破解齐小云的秘密 这些也都是刻意安排的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不是喜欢说动机吗 他的动机是什么 不过我的推测是对的 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 手材小云 他 贡猛 那我把你把他组成交了 这些小云 他要再把他组成的 和他组成的 了 这是什么 你能够议 他 周益 帮助我 孙春元 我 日本的埋伏 去营救元甄的 元甄身上很可能 有秦媒素的配方 救元甄是为了配方 这就对了 如果他是三田的人 既然元甄已经 在他们手上了 他为什么要去演一场 救元甄的戏呢 那或许他会觉得 应该趁此机会归队了呢 归队 我们这么多人 都是日本人的眼中 钉肉中刺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 斩尽杀绝以后 再归队呢 也许他真的有私心 我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那你为什么 没有对我那么好 又来救我呢 元甄小姐 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相识 是因为我是你的医生 你是我的病人 在心理学临床经验当中 医生和病人 是绝对静止 有感情瓜葛的 去你的临床经验 我现在已经不是病人了 你已经把我治好了 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也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心里边 已经有了一个人 我的表姐 是的 我心里只有你表姐 陈辉 我说陈辉的我 停止了对我们的追捕和剿杀 反正他们抓到了元甄 我们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是非常重要 就算你说的 他们抓到了元甄 但是元甄的手势 只有佩方 断九红 却拿走了青霉素的菌种 三田的眼里 断九红只不过是一条狗 断九红手上的东西 不就等于是他们的吗 说到了元甄的断九红 我忽然想起来 元甄为了重振家业 东山再起 一定会不择手段的 去拿到青霉素的菌种 你怀疑自己的表妹 这跟她是我的表妹 没有关系 这些都是她自己承认的 在场的人都可以做证明 强子 你不是一直在找那天晚上 那个骑摩托车的 谋面女人吗 你们都不相信我吗 我记得 那天我们离开教会医院以后 元甄就赶到了那里 她能及时地 在我们的后面 去了解黄原本的情况 就说明她一直都在跟踪我们 既然她能跟踪我们 为什么她不能抢先一步 到达藏军种的地点呢 我顺便要提醒一句 元甄十六岁生日的时候 我姨父送了她一辆 德国最先进的奔驰派摩托车 强子 你有什么问题吗 也许 我和元甄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总觉得 那个黑衣女人身上 所具有的力量 不是元甄所具有的 有一个情况大家不要忘了 当时元甄被黄原本 灌了安眠药 然后被人用了 硬房乙类毒素的兴奋剂 才进行过来 对 是有这么回事情 那么我想问一下 陈医生 如果一个人在安眠药 和硬房乙类毒素兴奋剂的作用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生理 和身体的状况呢 这是要根据 个体的差异来分别的 我说的就是一般情况 一般会出现乏力 头脑处于迷糊状态中 当然 也有个别的 我想起来了 元甄的确一直在跟踪你们 我知道 是 我是在元甄出去之后才进去的 我也相信 元甄是跟踪你们去了 在我们逃亡的过程中 元甄有这么大的疑点 什么疑点 说什么事 他和新移民狼打起来了 我就知道 他们两个在一起 肯定会出事的 这个摔碗的动作 很可能是一个信号 当你揭露他的时候 他沉不住气了 自己就承认下来了 我让你都死 通通的都死 这样 我就可以把清雷素 卖给断酒红 然后花好多好多的钱 收回我们家 收回水我的一切一切 这样你看来 强子 子丹的情况 应该是这样的 元甄知道 西移民狼的枪 藏在他的床底下 他就先取出了三颗 留在现场 接下来 就像周先生说的那样 他找机会 下到了你枪里的子弹 他就会起来 马上等一 不行 我们得歇会儿 别首先了 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 不行啊 我们不是已经 把他们都甩掉了吗 我们永远都摆脱不了他们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 他要杀掉自己丈夫的原因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谁是真正的内奸 你这个皇上 杀人的钱 你怎么杀了 不打扰他这样 我杀了他 就是说 黄元本知道 他就是内奸 反倒 他这是想要杀人秘口 要杀了 银元本 他相信者 他 expands 他现在还有什么 冒失 但是 他怎么要杀人秘口 他加入冒失 你怎么会没有杀人秘口 你怎么会 我这还没有杀人秘口 他这还没有杀人秘口 对 哎呀 戏敏郎一起来救我的时候 一转眼之间 他就不见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 虽然在杨国兴的参与下 段九红拿到了军种 但是袁真很清楚 段九红是什么样的人 是的 他需要日本人的势力 从段九红的手上 抢回军种 你的结论是 袁真想投靠日本人 我的表姐就这么让你心动 你被黄原本欺骗得太深 你并不了解 真正的爱情 也许陈慧玲已经死了 如果是那样 我终生都不会再娶别的女人 我是她的表妹 我们流着一样的血 我就不能代替她吗 对不起 袁真小姐 我要说句伤害你的话 你不能取代她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可以取代她 你就这么坚持 我不相信我的热情和肉体 也就不能让你心动 这个心理医生 真是令人难以做梦 我说她的婚礼物 我说她的婚礼物 你不能不认为 我本人的婚礼物 我看她的婚礼物 人一旦误入歧途 就会失去理智 再说 他的理智本来就不成长 我现在才知道 他当时 为什么不让西医米郎先生去救他 什么 他不让西医米郎去救他 是的 我看得很清楚 我想 西医米郎先生对他的心理治疗 他还是心存感激的 我非让西医米郎先生去救他 最后 还是我害了西医米 远真小姐 如果我刚才刚才说了伤害你的话 我 西医先生 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的父亲之外 第一个尊敬的男人 您让我亲眼见识到 一个真正的我的爱 并且珍惜爱的男人 袁真小姐 我为我的表姐感到欣慰 虽然我很嫉妒她 可是我不认识她 我更为我自己能够亲眼见证这份爱情而感到高兴 我的赌注没有下错 赌注 你在说什么 来人 你要干什么 什么事 我要见你们的三田司令官 我有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的确掌握着青霉素的秘密 原真小姐 你糊涂了 拿这个来开玩笑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青霉素的配方 就在我脑子里 你表姐 齐主任 范先生 还有你表姐的未婚夫邓红 这么多的中国人为此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你想干什么 我要把它交给三田 比三田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出卖国家 出卖民族 这个国家给了我什么 我睡了两年多的男人 竟然是摧毁我家庭 摧毁我幸福 摧毁我人生的罪魁祸首 我以后要为我自己活着 你要把青霉素卖给三田 不 我要和三田合作 和三田合作 原真小姐 我看 我的确医好了你的蝎子低利病症 但你又犯了妄想症 所以这要靠你 靠我 我在他们的眼中 是犯下了叛国罪的人 我能够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我和三田之间的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什么 范先生 您高尚的人格和人品 不仅征服了我的表姐也征服了我 于是 您的眼里 我不是很自私 可是这是唯一能够拯救您我性命 和让武东山再起的一次机 我不明白 我清楚青霉素的价值 三田他也很知道 我可以拿出配方 三田可以从断九虹那里抢回军种 在其奥运的主持下 我们实验室研制出了大量的所谓APP的新药药基 也就是青梅素的药基 只要有了我的配方加上菌种 我们就可以大量地生产青梅素了 我的目的是 用这个保全你我的性命 并且和三田一起分享 生产出来的青梅素的成品价值 怎么 不认识我了 我现在很怀疑 你原来的病是不是装出来的 不应该呀 在黄原本的真面目没有揭露以前 在横哥在我和我表姐之间的误会 没有解除以前 在我父母的真相 还没有调查清楚以前 我想我真的是病了 就像您说的 那叫什么来着 戒子底里病症 对 戏医先生 是您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该我投他暴力了 我要救你 你就这么相信三田 会和你一起分享 这么重要的世界医学研究成果 就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戏医先生 不管怎么样 您在日本国都是知名人士 您有很多上层关系 有势力 有靠山 我需要这一点跟三田抗衡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呢 你这样做 惠林是要生气的 我不能协助你 我知道您来中国的目的 我知道您受尽一切磨难 所期望的回报 如果您还想活着 见到日思夜想的陈慧玲 您贴是一般的表姐的话 您就不要再坚持了 远真小姐 现在我觉得我才是你的病人 远真小姐 听说你要见我 是的 三田先生 我跟西医美良先生一起 要见您 似算什么 那是我最后唱的那首歌 沉默 有时候会折磨 耳末 不敢被风淹没 还要最后一波 燃烧自我 因为我心还是那么狂热 还有错吗 让一个牺牲另一个存活 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 当我照样长夜 那么好不顾一切 那个感觉 那是我用灿烂与你闻别 看我双双闪烁 你才能记得我 看我淡了颜色 你就已不舍 生命谁能把我 坚强或是脆弱 只有一支相隔 你才能够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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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个牺牺牲另一个存活 让一个牺牲另一个存活 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 当我照样长夜 当我照亮长夜 那么不顾一切 那个感觉 那是我用灿烂与你闻别 所以我要闪烁 很黎明不分割 所以我不退缩 因为还是想满过 用我澎湃的血 证明生命不枯竭 证明生命不枯竭 我将永恒无你 然后甚至于